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他创作过程中呢 他一般是将收起来的各个滑板叠加在一起 然后通过传统的木工工艺对他进行彩绘雕刻和打磨来创造出各种各样的雕塑作品 包括在本次展览中已入门的大型二维作品 也是来自于他对于滑板的一些切割拼贴创造出来的 空山基是一个多次出现在各大时装修厂商的艺术家的名字 然后我们看到金色的女性人体机器人的这样的雕塑 也是非常经典的一个视觉形象 女性人体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 在本次展览中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展厅 走进去之后是空山基的六个未来基础质感的机器人兴机器人 被摆放在六个独立的玻璃房子中 在这样一个非常具有未来感穿越感的一个独立空间中 观众和机器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但是中间隔着是玻璃罩子 那我们也会想说在未来的某一个瞬间 如果说里面被放置的是我们人类呢 左伯俊南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位艺术家 在他的作品中有非常多传统的日本鬼神的元素 然后包括非常强烈的服饰会的风格 他可以说是被称为为了色情而色情的一种变态创作 那其实像这种具象的情色画面 在日本的当代艺术中并不少见 包括服饰会在更早期的时候 也是有纯工化的传统的 但是对于这样画面 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 大家是会有不同的理解和接受程度的 因此呢 创作者和观看者的文化背景和文化认知 也是这类作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边一片相对于独立的空间 其实是来自于甜蜜网精一在纽约的一个个展 甜蜜网精一出生于1936年 所以说在他的童年时期 其实是经历了二战的 他曾经说 对整个城市可能会在瞬间消失的 这种恐惧的记忆 深深的印在了脑海里 永远不会消失 炸弹的气流灼伤着皮肤 奇怪的闪耀着橙色药斑 巨大明亮的红色艳柱 作战飞机上的机枪射击 街道上躺着的焦焦的尸体的气味 通过他的这些描述 其实就可以理解说 他画面中那些排布夸张的面部 包括就感觉要中毒的 这种鲜艳的色彩 虽然在我看来是很过躁的一种画面 不过对于喜欢他的人来讲 也是一种非常强烈的喜爱 感谢大家跟玉瑶一起观看 这次在洛杉矶的 东京地价潮流艺术展 欢迎大家关注 The NPM Media公众号 阅读更多的当代艺术家的 独家专访和线上展览 这首位的每个人 我们下来的连读 我们下来的图 好吗 好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